哈囉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中文明果的111年的4月9號 對不對 星期六 4月9號星期六 那我們在去年111年的11月14號呢 我們幫這一顆我們自己高壓下來的飛彈蓮霧 架接了幾款和兄送的蓮霧枝條 包含有所謂的綠果的 有巧克力 有巴掌 然後一顆不知名的 一顆不知名的秘密的蓮霧 那我們今天的任務呢 就是要幫這些架接完的蓮霧 已經放太久了 一直沒有把他的架接的一個架接摩托袋給拆掉 因為前陣子的天氣不是很穩定 有時候非常風很大有時候很冷 所以我一直把他套 一直把他包著沒有幫他拆掉 那今天我們要來檢視一下 他現在架接完之後的狀況 順便把他的這個架接袋拆掉 好我們先跟各位看一下 這兩株 這一個跟這一個是綠果的 綠果的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往我們的頻道回溯一下去年11月14號拍攝 然後11月16號首播的一個影片 讓大家看一下我們當初的架接 這兩個是綠果的 我們看一下他的葉子明顯比較不一樣 這是原來的飛彈蓮霧的嫩葉比較偏紅 這是綠果的嫩葉比較偏綠偏黃 不一樣 都長得還不錯 但因為沒有撒農藥 所以上面多多少少會有一些蟲害 好我們再看一下這邊 這邊是 這一顆是 這一個枝條是巧克力 巧克力 後來我才知道 所謂巧克力 所以 蓮霧就是市面上有一種蠻有名的蓮霧 但是 不知道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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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糖的 知道的話再跟我們講一下 聽說很好吃 不錯吃 當初我以為它是跟我們的飛彈很像 所以我只架接一顆 只架接一個枝條 所以有點後悔 應該多架接幾次 沒差 反正這個都活了 以後剪下來再架接就好了 那再來這兩隻呢 再來這兩隻 這一隻 這一隻就是果實很大的 每顆果實 重達200多公克的 這是什麼 好像是叫做 後來查完之後 好像叫做 巴掌蓮霧 好像叫巴掌蓮霧 活得很好 活得很不錯 那比 11月14號還要更早嫁接的這一隻 哇 這裡有毛毛蟲 等一下把它拿掉 這一隻呢 是 我已經拆掉了 上個禮拜再拆掉 這個是 唐哥那邊的 四季 四季聯誤 但到底能不能四季 我就不知道 那最後 不是最後 來這裡還有一隻 這一隻就是那個 泰國飛彈 因為它也叫飛彈 所以我懷疑是跟我們的飛彈 飛彈是一樣的 所以也只架接一隻 那最後呢 我做了一個靠接 這裡有個 藤子的 連用是河胸 寄放在我這邊的 他說讓我來做一個靠接 那我 那時候就幫他做靠接 那靠接完之後 來看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靠接完之後呢 我有做了一個環刻 環狀剝皮 把它剝掉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從這邊剪掉 那這裡有兩個枝條 它都已經靠接完成 存活了 我們也會把它拆掉 OK 好那我現在呢 就來慢慢的動作了 OK好 那我把這個 當初架接的 這個把它拆掉了 拆這個時候 可以 可以 怎麼講 可以把它拿開 也可以直接這樣 直接這樣 割開 割開之後 直接扒開就好了 我們看一下 它架接完成的狀況如何 好來 對焦一下這裡 這是當初我們用切接的方式 它上面的這個 史拉姆 我也把它拆一下好了 好 這是當初我們用切接的方式 這史拉姆其實是可以不用拆啦 那拆的話 它會 束縛會小一點 它長會快一點 比較不會拆掉的 比較不會拆掉的 浴盒在這裡 浴盒在這裡 然後還有當初呢 因為 切開的時候 因為這個 針木比較寬 接穗比較窄 所以當初我只對準一個水線 對準內部的這邊的水線 外面這個水線沒對準有沒有 所以它其實浴盒的是在內部這邊 好我們再拆這一個 這架接它非常鋒利啊 我上禮拜才幫它做 那個什麼 那個 那個磨刀 用磨刀石磨過 所以我不敢太用力 太用力的話會整個 你看這個也是一樣 當初也是 架接的時候也是 也是這邊 太寬了 針木太寬了 接穗比較窄 所以只靠一邊 那從底下這邊也開始浴盒 這裡我也幫它拆一下 等下拆完之後 我會再用那個 魚帶稍微幫它做固定 我只是要幫它先做個 結綁 結綁讓它這邊 拖漏器 然後我等一下固定 只是固定 讓它不會被風吹掉 這樣就好了 那石磨這個呢 能拆的就把它拆掉 好 這兩顆是 綠果 好 放出來這裡 這邊來 這隻是巧克力 好 讓我們從這邊幫它 來 從這邊幫它花開 好 這邊花開 花開 花開 好 好 這邊打開 沙伯啊 下伯父來這邊 來這邊 來這裡走走 參觀一下 我今天做紀錄 這蓮霧 蓮霧我接 接這兩三四五 接五種 本身一種 這張有六種 平靜 六種 都接一樣 都要一樣 蓮霧 對 都沒有一樣 平靜 對 來這個是巴掌蓮霧 拆開 好 現在接成功 我就把它拆掉 這都接好了 接成功 我那裡 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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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是說拋子 哦 那個叫做黃金鎂 黃金鎂 我們拋子 台灣的 拋子 拋子 日本種的 這叫黃金鎂 黃金鎂 又叫燈籠國 對 那裡 會拋一下 你拿回來 跟鎂鎂鎂 要用來拋 那不 沿湯 不用啦 自我們拋就可以了 但是這棵 這棵 這棵 會比較好 很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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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1月 11月 開始燙 12月 那會比較燙 現在再來 會比較燙 你看我拆開這邊 都已經 都已經OK了 好 我古廚一棵 你老盈 老盈 吃不完 吃不完 這是沾木 對 沾木 沾木 你什麼 是 那什麼 蜊子 還是蜃子 蜃子 蜃子 現在 青稜 現在 剛才有 好 等 欸~~ 斷了 有點燙 好剛剛呢 我們的伯父呢,來園子裡面 稍微參觀一下 所以稍微做一個暫停 那再來這隻呢 這隻我等下一樣把它拆開 然後會從這邊剪掉好了 就不要從這裡了 從這裡剪跟這裡剪 因為這裡會長一隻出來 那之後這裡它會再癒合 這裡正生組是一長長下來 所以長上去會再癒合 好我現在呢 就請我的 家人幫我長進一下 好 把它剪掉 來 底下這一隻 我從這裡剪掉 剪掉 剪掉 那這一隻呢 從這裡剪掉 剪掉 好,梨珠 然後把它搬出來 哇這已經不好搬了 因為底下已經 根已經釘上去了 沒關係 搬出來 好 那這邊 底下我就把牙去掉 好,然後這個 呃,這部分 我這個暫時不拆好 因為我剛剪而已 剛剪這個就暫時不拆掉 繼續讓它留著 好,那我們就來拆最後一隻 這裡 這隻是 泰國飛彈 跟我們飛彈應該是一樣 一樣把它拆開 好,拆開 上面這個也稍微幫它解綁一下 好,大致先這樣子 好,那我帶 再帶各位再環釋一遍 好,這一隻 是 泰國飛彈 好,駕接處在這裡 好 好,兩隻的 兩隻的 綠皮的綠果 綠果的 這綠果很大隻喔 很大顆啊 好,都已經成功了 好 那這裡是 巧克力 巧克力 巧克力就是 坊間的什麼糖的 什麼糖 那 另外那邊 那兩隻 巴掌 OK 最後呢 這一隻靠街的 這一顆 到時候我 哎呀 我發現 這顆靠 靠街的 母豬這個啊 開花啦 哎呀 我現在才發現 開花了 嗨 和兄 你借我的 這 這顆神秘的 蓮霧 已經開花囉 我會幫你照顧 那照顧完之後 看有辦法流果 再通知你來 採果 太神奇了 太神奇了 反倒是種在 盆子裡面 這個萊花了 哇 而且來蠻多的 哎呀 太好了 喔 這邊也有耶 不過呢 我們都沒有用 都沒有用那個 農藥了 所以很多的毛毛蟲 都會把葉子啃掉 OK 好 那我們今天呢 我們追蹤我們這一棵 一樹多瓶的一個蓮霧呢 就介紹到這邊 再環繞一下 上面很多 都被那個毛毛蟲給啃掉 那這棵樹呢 目前大概是 180公分高而已 我會讓它維持大概 可以的話維持這樣就好 之前再高的話 就把它裁掉 太高就裁掉 不要太高 OK 那這一棵一樹多瓶的蓮霧呢 就介紹到這邊 那關於它的本身這個植栽 這木的這個植栽 你可以在我們那個頻道裡面去搜尋喔 飛彈蓮霧高壓的一個整個過程 它是我高壓下來的 所以這一整顆的 一整顆的蓮霧 都是很有價值的一個品種的一個蓮霧 OK那我們下次見喔 拜拜